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為何說中產階級呢,你看到那部電影有幾個男女主角幾年不做事都沒有事 你發覺跟科學的二人那個很不同,跟科學的二人那個差不多 只不過這個是很典型的中產階級趣味,對經濟沒有什麼顧慮 可以從這裡去那裡去,簡單來說是醫食無憂 我們如果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其實日本有一個 整個平成年間,經濟之後的發展,整個社會去到一個穩定位 比如你說所謂有些積蓄 總之,你又不會叫我很有錢,也餓你不用 就算窮到你飛氣的時候,也有一種活倒下去 窮到你飛氣的時候也會駕駛好車 那這個不是窮到飛氣的那些,這個不會駕駛的,山下志是不會駕駛的 也是一個關鍵來的,我覺得他不是很在意那種階級的世界 他反而很著意那種,譬如是音樂世界的人,和一個記者世界的人 簡單來說是比較靈性的,你已經不用擔心物質的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之後,那當然有什麼問題呢 感情上有問題,專業上有問題 其實那女主角不知道為什麼,那男主角也是一樣 那男主角也很迷惘的,那男主角是看著她的師傅 但是那師傅告訴你,你再做下去,其實你是可以的 但是那男主角是不斷懷疑自己 這個可以調整到她的 我覺得那男主角是楊智的角色,令到我們看看剛剛幾個好像還未落畫的 仁次郎回來了的那個後藤九尾子 他已經在香港的角色,主角,在香港的生活 就是有一個面對開始要結婚的那個時候 而且也很遲,你看看這位女主角 其實她,你有沒有叫中女都不像 熟熟的 熟的啦 這個她就不關心 現在這個你會看,其實全世界都是的 有很多女性,她不覺得婚姻是一個人生必定要經歷的 如果你可以選擇,有時候有很多女性都會覺得 如果我可以解決自己獨立的問題 那如果結婚不結婚,就真的 你有沒有所愛,那個是最關鍵 我覺得,比如這個女主角小楊陽智 即是《日十前年八月子》做的那個角色 她本身是一個國際人 後輔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她媽媽被爸爸拋棄了之後 也帶了一個女兒回去鄉下居住 你看到她的那個生活 她就不是說要很擔憂她的生活 但她就追求那個事業 你看到她是對記者的那種生涯 她就是很喜歡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際人 你看到她的想法 即是成熟的男女之間的那種生涯 很成熟的了 這個我反而是關鍵 是的 但無論如何,我自己對這套戲的批評 就是她可能因為原住比較多 即是編幅比較長 即是上半部她要把握那個中心點 比較疏散 例如說她巴黎的孔雜那段 那我疑問是否要拍那麼長呢 即是她有個女記者 跟她一起去到那裡 她當然想表達一件事 就是說音樂對人生很重要 即是你遇到一個這麼大的挫折 即她不是說那個女主角的東西 而是說那個女主角 認識她的女作手 她就找阿福山阿姊彈一個吉他給她聽 即是她可以舒緩了她的心情 那我覺得其實這段 即是否必要這樣處理化呢 我有點疑問 你戲會這樣去看的 因為這部戲我看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有另一種投入 都是個人的投入 因為譬如她這個故事 有一個叫相近的題材 我其實有兩個故事 都現在調整成這樣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如果聽眾朋友 不要說我又在那裡賣廣告 即是我的白髮魔女傳 就是講亂世時期的愛情 真愛不能等待 即是那個時候 我看這部戲 我就入到這個 所以你說巴黎那裡 不用那麼長 不打緊戲那麼長 巴黎那個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身逢亂世 你在日本那裡可能沒事 但是她在法國的2014年的時候 她想提醒給大家 在那一刻的時候 這個世界已經是亂著的 而且她說2014年的時候 她就拿到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 時間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一個遇襲的那個時刻 而這個女主角身在意 好像那件是真事 是的 那個就是引起了一個大爆炸 而她身邊的那些拍檔 就因此這樣變成永別 這種亂世的處理 我覺得她寫得很漂亮 她這個是對照來的 意思是說譬如你出現一個人 但你可能明天已經見不到她 而且她也提及一件事 你身在一個地方 譬如當時的2014年的東京那裡 她那個環境可能也比較沒有那麼動員 但你沒想到法國 一個大家都很認識的城市 在那一刻的時候 大家都沒想到是有這種暴亂出來的 她這個就做了一個對比 就是現在 因為我覺得她的時間軸 都在說 從那個2013年到現在 2019年 她說這個世界是已經在變成的 我覺得這件事 增加了那個戲劇的那種時代性 就不是一般我們看的時候 不是一般是一個戲劇的計算處理 應該那個節奏很不好 你有沒有想到 其實在這個火的二人 都有這種抹催的感覺 所以就會變成那個 而且那個火的二人就是日本 因為那個叫永續性 其實就是看我們創作人 那時候就是要找這些東西 你不要把它擺到那麼前面 因為有時候你擺到很前面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太著意 著意就變成一個戲 他的看法都不同 但是有時候他擺得很漂亮 但是有人都會說 喂 你不要浪費時間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時候 就是說如果你說兩個人的愛情 那你就會說兩個人的愛情 所以他這部戲 就算是福山雅治 福山雅治當然是最好看的 就是加利略 這套東西 就沉啊 散啊 但是我從最初都已經說 如果我是參與其中的 就是我進入了其中的 創作班底的那個 拍到死而無憾的 可能那個成績 就是那個是另一個評價的 而你裡面那裡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本小說 和這個班底的凝聚力 就把這個故事拍出來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其實挺感觸的 就是說今時今日 日本的製作在裡面 這個其實是一個冒險的製作 是嗎 你有了福山雅治 你叫他強一點 不是我要把一個文學的作品 一個時代 講關於時代的作品 所以這部我想到福山雅治看完之後 他也很感謝導演 是嗎 他令到他這個角色 這個結他手 是他也是其中一個 比如你看了之後 很有深刻的印象的人物 是他鎖住了這個人物 但問題就是 會不會那兩個女主角 就是一個 三個的 女主角 一個女主角 好像不夠級數 不會 你不要經常說 八合子 人家連結人都是熟 已經熟女 擔她做的 另外那個 我覺得他基本上 他特意的那個角色的形象 是真的好像初期做保姆 但後來就變成了 一個偶像的角色 是可以漂亮少少的 不行 你漂亮的那些 為什麼呢 這個是說服不到 我為何後來 福山雅治可以很近 我不說 三米子說 香港也有幾對 是這樣的 真的是這樣的 他不是你 你幹嘛這麼好笑 不是你 說愛情不是漂亮不漂亮的 那個問題 有時候大家知道 不是說愛情 是一個偶像歌手 跟他身邊的 可以見到的感情 保姆的那個 我知道你說誰 我知道你說誰 如果說是你 說的 不是我 感情 感情 不是招結口 見面 不是幫你做事 都不是這樣的 因為他那種照顧 有時候 有些真的偶像歌手 就覺得 偶像明星 他會覺得很難求 真的找到自己真心 大家是可以在一起的 那些東西 他可能很多時候 是閒言閒語的 例如有這些分隔的時候 他尤其是日本那些 都是有這種閒言閒語 所以這個 你會看到他裡面 他找到那個深度出來的 好 我們休息一下